农历七月普渡 基隆真员工搭起了棚子 举办普渡法会 一桌桌的贡品 全都摆得满满的 就能看出香火鼎盛 旁边这区 一袋袋白米 堆得比人还高 地上几乎都被塞满 更代表信徒的善心 普渡法会结束 一包包白米 搬上车准备送给需要的民众 庙方发挥影响力 号召信徒一起来做公益 除了捐出百米 还帮助学校孩子设立奖学金 我们想说 因为我们既然在 祭祀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大量的物资 跟物品下来做祭祀 那所以我们就 这次也特别 每一次在 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透过 旅美龄议员 然后还有我们 这结合十方善性的爱心 然后我们来 集合一些物资 然后 最后在祭祀完成之后 我们就捐给一些需要的单位 然后让他们可以在生活上 或者是一些日常上 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协助这样 在市议员旅美龄的协助下 这员工在每年普渡法会后 将最实用的民生用品和白米 捐给若氏团体 希望大家能吃得平安 每一年都希望说能够做一点公益的事情 所以每一次在中原普渡 尤其是中原普渡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 看用这个中原普渡的方式 是不是结合公益 然后一起来帮助这个社会 所以他们曾经想用奖学金的方式 来赞助这个学校 甚至今年他们就觉得说 因为疫情刚过 所以物资很缺乏 而且现在万物齐账 账价的非常大的空间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那他们来把这个物资再来收集起来 让普渡的善款用作物资箱 然后发给需要的人 所以我一直非常赞叹他们这样的作为 所以这个公庙一找我来说 协助说是不是一起来做一个媒介 我就很乐意 然后我也希望说 有需要的人可以来告诉我 然后我会将这个物资送到家里这样 一天之内就把1400斤白米 和物资全都送完 让若是家庭能感受到 庙方和信徒们的温暖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